你好 台湖知名演員冯迪索 首度登上大陸節目舞台 一開口就用中文打招呼 讓台下觀眾嗨到不行 一向以肌肉硬和形象著名的他 更意外展現模樣 也讓現場笑聲不斷 我害羞 他害羞 唱了電影拍攝花絮 在主持人的逼問下 冯迪索透露完民關頭戲 總共拍毀了245輛車 幾乎有問必答的他 在聊起好友保羅沃克時 卻又不禁紅了眼眶 過去的一年半 我流的眼淚 比一生流的還要多 在拍攝進行到一半時 我的兄弟 保羅沃克 被逝了 我們當時 就沒人想要回去 拍電影 在五個月之後 我們一起 挽著胳膊挽著手 回到了片場 不僅為了把電影拍完 更是為了榮耀 和紀念我的兄弟 南岩鐵漢柔情 馮帝所獲得台下觀眾 熱烈掌聲 第一次來到北京的他 展現超高清和力 而其他電影主要演員 秘雪兒羅卓奎斯 和傑森史塔森 也同樣入境隨俗 你等三分 不錯呀 不錯呀 我覺得好厲害 我覺得我的一個很大的 一個崇拜的 一個激勵我的偶像 就是李小龍 他拍過三個非常棒的電影 我們認為這是功夫電影 經典中的經典 難得上大陸節目 三位演員 卯足全力宣傳芯片 根據了解 這也是他們在亞洲區唯一一場電視節目錄製 宏林索更曾表示 續集很有可能在大陸取景 重視大陸市場 不言而喻 記者送我報導